好 究竟这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的副手会是谁呢 看来大家也不必再猜了 应该就是中研院副院长陈建仁 那么小英今天三度被媒体追问 虽然她态度很低调 不过就在这样的敏感时刻 陈建仁今天下午首度露面了 她说很紧张会在公开说明和蔡主席一起来公布 而这样的说法似乎也间接证实会接下副手这个重担 不论记者怎么卖力喊 蔡英文依旧笑而不达 低调再低调就是不肯正面回应 这快被媒体给打败 小英嘴巴依旧必紧紧 但当事人却早已先露了口风 这件事情我们和蔡主席一起公布好了 谢谢 正时会和蔡英文一同公布 副手看来大势底定 陈建仁起初还不肯答应 辗转和许多人商量后才决定接下重担 考虑当一和副手的时候 您有问过来这个跟普道 有确实有 有来问过 谢谢啊 您妻子也有这个 确实 都确实 也有跟李远哲李远长来访 确实 确实 德多妻子和前中研院院长李远哲的力挺蔡成贝确定出现 我会在公开说明会的时候跟大家再来说明我的决定 现在的心情是要为了台湾更好 有点紧张 然后我也希望说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可以为台湾带来更美好的未来 究竟能为蔡英文大选拿下几分 投票结果就能见真章 借万家为李佩珊SNG小组台北报道